港股昨日表现仍然疲弱,一众科网股的跌势更为明显,即使有多间大行推介买入的阿里巴巴零九九八八, 昨日仍下跌于5%,其实港股的成交量一直未见显著增加,早已反映至今年的问题,美股受压成港股再度下跌借口,而科网股如百度零九八八八及必利必利09626等公司的业绩表现未如理想也加重了市场的股压。 事实上,目前投资者已对科网股失去耐性。过往即使科网股的业绩教市场预期信息,投资者也愿意继续长期持有。 但目前投资者的态度已有很大转变,只要业绩教差变会在市场沽货。 不过,港股调整也为一些优质股份提供低级机会,如比亚迪01211变属其一。 近期无论中美股市,电动车股也仍属焦点。 自从获福特及亚马逊投资的美国电动货车生产商Rivian USRIVN上市后, 股价连续多日上涨,而且旅创新高,同时也带动其他电动车股做好。 尿者股趋势有望一直维持致明年初。 今年以来比亚迪的股价已上升于四成,明显跑赢大市。 新近公布第三季盈利虽按年度退28%至12.7亿元人民币。 主要受到电池源材料价格上升影响毛利率所致。 但其新能源汽车销量在10月份仍创新高。 加上明年将推出多个新车款。 估计明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仍有望进一步增长。 技术上,比亚迪近期仍在300元左右横行整固。 但从平均线的走势分布。 10天平均线及20天平均线仍处于50天平均线之上。 属多头排列。 即使市况调整。 此股股价仍未见显著回落。 成交量也一直维持。 反映在目前价位已有支持。 建议可分比吸納。 代股价回市294元买入。 目标看324元。 跌穿270元指洩。 接议可分比. 接议可分比. 接议可分比。 接议可分比。